我們也要說回人類命運共同體 有些人說很悶啊 悶也要說的 你共創未來一定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 現在要說一下 這個是忍免日報的評論 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 是一場和平友誼的生活 一場團結合作的生活 一場鼓舞世界的生活 大力宏揚北京冬奧精神 持續推動人類進步事業 就在和平、團結、進步的時代樂章 我們一定能夠推動歷史車輪 向著光明的前途前進 向著人類更美好的未來進發 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 已經成為人們難忘的共同記憶 四場開閉幕式精彩分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題 貫穿始終 中華文化和冰雪元素膠雙廢影 傳遞了新時代中國 可信、可愛、可敬的形象 賽事吸引了全球幾十億的觀眾 成為收視率最高的一屆冬奧會 在籌辦過程中 國際奧委會、國際殘奧委會 以及 及澳林匹克大家庭 殘奧大家庭成員 給予了最積極的幫助 各國政府和人民、國際友好人士 給予了大力的支持 雙傲之城 北京在各國人民之間 踏建起了增進了解、凝聚共識、合作共贏心橋 普寫了一曲和諧友誼的讚歌 天下大同、世界一家的理念 在北京東奧會、東殘奧會的舞台上 得到淋漓盡致的呈現 北京東奧成會的成功舉辦 促進了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鑑 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貢獻了重要力量 在北京東奧會、東殘奧會總結表彰大會上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善述了 空懷大局、自信開放、迎難而想 追求卓越共創未來的北京東奧精神 並且明確指出 共創未來就是協同聯動 緊密攜手、堅持一起向未來 和更團結相互呼應 面朝中國發展未來、面向人類發展未來 向世界發出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熱情呼喚 體育的語言超越國界、真摯的交流打動人心 世界各地運動員齊聚五環旗下 相互尊重、比此激勵、突破極限 完美演繹了更快、更高、更強、更團結的奧林匹克格言 在速核賽道上 中國隊小將阿俠拿爾·阿達克 衝過終點線後 向同組出發的四十九歲德國老將 佩希·斯泰因伸手 表示敬意 烈日赫有異語 全城閃耀賽場 女子自由色滑雪空中技巧決賽 美國隊選手 考得威爾失誤之後 依然 欣喜地衝向冠軍 徐夢圖並且高喊 吐吐 奧林匹克冠軍 我為你驕傲 這一刻 超越勝負的情誼 令人動容 越野滑雪男子十五公里 傳統技術比賽中 獲得冠軍的芬蘭名將 依旭尼斯卡寧 尼斯卡寧 完賽之後 依然站在終點 與陸續衝線的選手 激掌相擁 這一刻 英雄相識的情 融化冰雪 儘管語言文化信仰不盡相同 他們胸懷同樣的夢想和追求 情感和信念 同憑共振 事實充分證明 北京東奧會 殘奧會 是一場和平友誼的勝會 一場團結合作的勝會 一場鼓舞世界的勝會 北京東奧勝會的成功 不單止是中國的成功 亦都是世界的成功 不單止是體育的勝利 更加是團結的勝利 放眼全球 在非洲 當地孩子通過 以北京東奧會為主題的動畫片 知道了雪是什麼樣 雪裡面怎麼玩 在巴西 當地民間巴雷舞團 根據北京東奧會和東殘奧會 主題口號推廣歌曲 一起向未來 編創舞蹈 表達共迎東奧 共創未來的美好願景 在日本 北京東奧會吉祥物 吸引了大批的粉絲 不少人在社交媒體發佈與 冰端端與雪茸茸的合照 在匈牙利 小朋友 以明亮的色彩 用 畫筆 描繪 東奧吉祥物 以及自己喜愛的運動項目 展示他們對 奧林帕克運動的向往和支持 北京東奧串聯起 無數普通人的夢想 為世界人民帶來了溫暖和希望 為世界散播了和平和友誼的種子 激發人類增進團結共克時間 攜手同行的 強大力量 奧林帕克運動 承載著人類對和平 團結進步的美好追求 當前國際形勢 形勢繼續發生 深刻複雜變化 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 互相交織 經濟全球化 遭遇逆流 大國博弈 日趋激烈 世界進入新的 動盪變革期 人類面臨 多重挑戰 北京東奧會 東殘奧會的成功舉辦 再次證明 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 命運緊密相連 奧林帕克運動 倡導的更團結 正是當今時代最需要的 前進道路上 我們要共創未來 把握世界大勢 信英世代潮流 堅定不移 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 站在人類進步的一邊 堅守和平 發展公平正義 民主自由的 全人類共同價值 團結合作 攜手前行 為推動 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在2008年的同一個世界 同一個夢想 到2022年的一起向未來 中國積極參與 奧林帕克運動 堅持不懈地弘扬 奧林帕克精神 是奧林帕克理想的 堅定追求者行動派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 大力弘扬 北京動盪精神 持續推動人類進步事業 奧向和平團結 進步的時代樂章 我們一定能夠推動歷史車輪 向著光明的前途前進 向著人類更美好的未來進發 這就是 昨天 在人民日報上 的理論 評論文章 這就是大力弘扬北京東澳精神的第六篇文章 這個系列的最後一篇文章 其實這個系列的文章有六篇 其他五篇我們遲些會在正向下午茶那裡分享 就會全部分享了 其他的就在正向下午茶那裡講 所以大家知道那個方向是怎樣 這些是好的方向 要繼續做 好了 Karen Chan 就說 慷慨激昂地朗讀 不是我讀得很差 我是很普通的 Torazep 就是世界共贏 從來只是我國提出 西方只想一注獨贏 因為世界共贏的話 他們不能夠利用非洲、亞洲等窮國的民之民膏去自肥 就是這樣說 其實西方也在變 其實西方也在變 我也要說西方 一直都在變 不過 變的速度比較慢 以及進步得比較慢 好了 Saila Im 說 這是很崇高的理念 因為 這個世界和平 又要大家努力才可以作出貢獻 沒錯 英雄小仙家就說 天下大同 這個中文太深了 西人懂 紫色 誤讀越苗越黑 大同這個思想 其實 我們又在這裏借些機會說一下 大道之行也 天下為功 選言語能 講信修目 故人不讀親其親 不讀子其子 使腦有所忠 藏有所容 又有所掌 經寡 孤獨廢疾者 不是經字嗎 小時候是關字 關寡 是不是經字 是啊 好像是經字來的 不要緊 我可能有不同版本 台洋 台洋可能是對的 因為台洋這些是比較懂的 台洋可能是比較懂的 我不懂 我有讀什麼字 讀什麼字 男有分女有貴 放惡其棄於地也 不必藏於己 力惡其不出於身也 不必惠己 是故謀弊而不興 盜竊亂賊而不作 故愛護而不弊 是為大統 是為大統 那麼 台洋 都可能 有些 可以解釋一下 這個剛才你說關寡的那個 是嗎 那是讀關字的 他寫字是寫經 但是其實 台洋才是對的 是關呼的關 那個字是通的 所以台洋才是對的 我自己因為背過這篇文 中學的時候 這些泛文是一定要讀的 所以我只記得這句 記得這個字 我字我忘記怎麼寫 我只記得這篇文 這個字很少用 它是洋子經的經 電台洋子經的經 就是朱太 朱太就是這個經 不過是通的 現在那個字是通的 所以是關寡 孤獨 所以你是對的 經詞的經 對 我是讀錯的 我要澄清我是讀錯 是讀關才對的 不好意思 我是讀錯 台洋就厲害了 西面來的 背過這篇文 你以為我很聰明嗎 哈哈哈哈 這些是被迫的 我相信現在 現在還沒有讀呢 應該也有的 這篇文章是這麼經典的 所有中學生都讀過的 Stella Im 說 關寡是對的 我是讀錯了 我是讀錯了 因為我是 我忘記了那個應該是讀關字 所以有遲些東西都忘記了 我也是找一些文章出來 這樣我就照讀 其實 有時候你說起 我就馬上說了 英雄樹下小仙家就說 一早要小爆紅背同台洋 禮運大同編 實際有些圍欄 我沒有背 我找出來的 即是 即是你講一講世界大同 就一定是講 這篇文的了 即是這篇文的 解釋了 但是其實中國人講了幾千年都做不到 即是你說 我們能不能夠現在 現在開始做到 其實希望是可以做得到的 只是一個目標 只是一個目標 其實某個程度上 我個人認為 人類命運共同體 都是跟這個 天下圍攻 在性質上都有些吻合 是啊 最初其實就是這樣的 即是 拿這些制度來講 實踐不了 即是人人都是自己私利 紛爭不斷 社會只是去到小康的境界 孫中山先生 他經常都說 三民主義 吾黨所忠 以見民國 以進大同 這個就是 中華民國國歌 有些人說 你講這些就是 違反港法 不是 這是歷史上的中華民國 你要記住 是歷史上的中華民國 你也要記住 毛主席 是把這些發揚光大的 真正 其實共產黨才真正繼承了 孫中山先生的遺志 你要知道 即是 當你在這裡罵人說 中華民國 國旗 有些人是這樣的 不可以這樣的 國旗也有旗歌 旗歌是怎樣呢 無自暴自棄 無故暴自風 光我民 俗促進大同 接著毛主席是怎樣說的呢 毛主席就說 康有為寫的大同書裡面的東西 就是 共產主義者要建立的理想社會 接著毛澤東還叫了 中央宣傳部印了一本 有關大同思想的 就是 就是 這個 資料的 就是社會主義的資料 裡面有大同書的內容 還有一件事 大家都要明白 現在 國內在說什麼 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 這件事是正在做的 這件事是沒有改變的 沒有改變的 沒有改變的 這個有人說是習主席提出的 不是的 不是的 共同富裕 其實是鄧小平提出的 其實就是 因為他說 問題就是 要令小部分有條件的地區 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 帶動和幫助落後的地區和人民 最後就是實現共同富裕 其實就是 Eddie Law 我也有背過 我也不記得 其實我自己沒有背過 但是我 說真的 我是照樣讀的一些字 所以有時候會錯的 現在有些網友都說讀關音 那就不要緊了 Livio Lee 說要大同很困難 因為美國要全贏 就是這樣說 美國又很有趣的 其實他們有沒有說要世界大同呢 他們也有的 不過他們就說全世界都根據那個規矩 根據那個 是啊 大家要記住這件事就是 共同富裕 習近平就弄了精準扶貧 現在就開始再去搞共同富裕 就是扶貧處理了 習主席說什麼呢 共同富裕就是社會主義基本要求來的 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徵 我們說的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 不是少數人的富裕 亦都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 共同富裕不同階段的目標就是 去到14.5 的 末年 這個就是 最後的 就是14.5年計劃的 最後那一年 就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賣出堅實步伐 居民收入和實際消費水平差 逐步縮小 到了2035年 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 基本公共服務 實現均等化 到了這個世紀的中業 即是2050年左右 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 居民收入和實際消費水平差距縮小到合理區間 因為現在 其實有些差異是比較大的 還有就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原則是什麼呢? 就是鼓勵勤勞創新致富 建立基本經濟制度 量力而為量力而行 盡力而為量力而行 堅持 循序漸進 這條思路是怎樣的呢? 堅持以人民 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在高質量發展裏促進共同富裕 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係 扣建初次分配再分配 和三次分配 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 加大稅收社保 轉移支付這些調節力度 並且提高精準性 擴大 中等收入群體比重 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 合理調節高收入 取替非法收入 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 橄欖形分配結構 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令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的目標 扎實埋進 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總體概念 不可能齊頭並進的 是要推動 要持續推動 不斷有成效 好 好了 看看網友有什麼留言 好嗎 一招說這些 蕭圈倉就說 香港藝民我認同你說 以前我媽媽在石江軍部 做秘書 他常常教我 要知道自己是中國人 不要亡本 英雄樹下宣佳就說對 其實習主席人類命運共同體 就是李韻大同篇裏面的天下大同概念 新星華 近代的偉人 康有為梁啟超 郭富宗山先生 毛委員 鄧伯伯提出的 治國理念和政策 都沒有離開過天下大同的 終極思想理念 你要記得一件事就是 在天安門城樓那裏寫什麼 台洋是最背倒的 台洋是 最厲害的 寫什麼天安門城樓 共和國萬歲 還有下一句就是 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 是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 是的 所以大家要記得 一件事是全世界的 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 第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第二個是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 這已經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 體現了 開國已經有了 其實這個我記得就是 沒錯 一開國就有了 這句標語 貼到現在 這是一個目標來的 這是從來的目標來的 應該就是 所以 大家都是要明白 一件事就是 要先做好自己 先做好自己 當然 有些人 現在他們 看到打仗就很興奮 情緒 不要這樣 不要那麼興奮 不要那麼興奮 好了 先看看 看看 看看 阿輝 熱浪薯片 他說 天下一有著天下一體的意思 天下一 天下一 阿股先生那間公司 好像真的是 天下一 製作 天下一電影 阿輝 全部都是說阿股先生那間公司 不要這樣說 好啦